加入文仁郎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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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驗出動 歡迎大家來到第二天的 Job Market網像招聘會 我們很榮幸可以邀請到Mooney 去跟我們分享一下 做運動員的心跳努力情 不如先介紹一下自己 你好 我是Mooney 我是香港劍擊運動員 我也是2014年和2018年 的雅雲童牌得住 我現在是香港大學的心理學學生 我第一次接觸劍擊時是我八歲 我在Disney Channel看了一部電影 叫做《親親兩火心》 就是說一對姐妹一輩子失散了 十多年後就回到同一個夏冬場見大家 他們見到大家的時候是在打劍的 他們一脫面罩的時候就看到大家差不多樣 整個故事就是這樣 我小時候覺得劍擊的衣服很帥 很漂亮 很白 面罩很帥 我跟媽媽說我很想去試試 我很想去玩 我媽媽就帶了我去玩 就開始了這條路 每一個運動都有不同的地方吸引到人 你覺得劍擊有什麼吸引 或者有什麼好玩 對於你來說 我覺得劍擊最有趣的地方 就是你什麼身形都可以玩 你高矮肥瘦都適合玩劍擊 因為劍擊這個運動是好看你的心理質素 你經驗 你怎樣運用不同的攻防戰術去玩 就算你很健康 你很大力 不等於你一定會贏 始終劍擊是一個格吃格的運動 我自己就比較矮 其實很多人都會覺得是一個 對我來說 如果我矮 我就會快一點 我就可以動快一點 去彌補我高度的短處 我覺得這個運動很 diverse 我可以做什麼都可以 而且我跟你打一次 我贏了你 不等於我下一次打你會再贏 每一次都很不同 它的偶然性很大 我覺得這個挑戰 對我來說 我覺得很興奮 很開心 對 以外的理解 劍擊其實有分開三種不同的劍 可以簡單介紹一下這三種分別嗎 最普遍大家都會玩的是花劍 它們刺的位置正在身上 中間這裡 它們有不同的規定 有些攻防的規定 有點複雜 配劍就比較快 它們的目標就是這裡以上 即是頭、手臂都可以刺 但它們就是用這個方法去刺 就是砍多一點的 還有節奏就會快一點 那重劍就是 三隻劍之中最重 還有我們是全身都可以刺 就算你刺到腳板底 都是算一分 就會很考你耐性 因為你全身都是一個目標的時候 你就要很看清楚 什麼距離才可以進入 有什麼時機才可以發動進攻 大概是這樣 三種劍 你剛剛有說過 八歲的時候看過電影年 令你開始玩劍擊 你是多少歲開始加入港隊 我八歲就開始玩 我就玩到十一歲左右 就開始參加本地的分靈賽 我一開始就是參加這個 十四歲以下的組別 打打一下就打完十七歲以下 二十歲以下 那個系統就是 你的本地排名 入到前八的話 你就可以入體院 進行香港隊的訓練 那你入到前四 你就可以代表香港出賽 好 那運動員的生活是怎樣 或者是他們的時間表 究竟會怎樣安排 我們平時就是 一個星期就要練二十五個小時 星期一至六都要練習 星期日就是休息 我們早上十點至十二點 就是做體能訓練 有跑步 舉衝 做一下Squad 然後十二點至三點就是休息 我們通常就會回宿舍睡覺 即是吃眼居睡覺 然後三點至五點半就是技術訓練 就是跟教練one on one的練習 以及跟隊友打實戰 這個就是我平時不用比賽的時候的訓練 量就會大一點 如果是準備比賽的話 通常教練就會輕手一點 就會舉小一點 還有通常是給時間 我們集中recovery 避免受傷 都是為了我們去比賽的時候 可以更加有力 儲力 以及幫助我們自己 收拾我們的心情 去準備這個比賽的心態 我們平時為何會這麼集中 腳那部份的練習呢 就是因為 劍擊是很注重這個步法 步法是我們怎樣移動 怎樣入對手的距離 的一個方法 所以我們就會做很多Squad Deadlift 跑步這些都轉換的練習 都會做很多 剛剛你有說到 有這麼多這麼密的練習 你也有提過 你自己是香港大學的心理學學生 其實你是怎樣分配 讀書和劍擊的時間 這一個都是 我慢慢學 這個 我由中學到大學 都一直要平衡兩邊 我平時 我回大學的時候 就有選擇自己的行程 通常就會是 十二點至三點上課 上完課就回來練習 如果不可以這樣的話 就早上就 skip了體能 上課 下午練完 就自己回去做體能 所以我覺得這種生活 是很考慮你自己 會不會自律 你如何 你如何 你如何確保你是隱瞞 你是 作出一個對的選擇 為自己 我覺得 當時作為一個大學生 你去到大學 是有很多 有很多 誘惑的 很多事情都很想試 例如 住課 上妝 那些 我當時都很掙扎 應該怎樣選擇 怎樣分配時間 我自己一來就已經開始選擇 我要做運動員 那我有甚麼要做 有甚麼人要見 不可以見 那我就自己 就在這條路那裏 決定應該怎樣走 你會不會覺得 可能自己和普通的大學生有分別 就是因為你做一個運動員 沒有那麼多的時間 可能是 讀書 上妝 住科 剛剛你說過一些 那你會不會覺得 會有些 有些 後悔的 也有 也會覺得有些遺憾 但是 沒有得後悔 我都選了這條路 還有 一來之後這些 我未必 經歷得那麼多 但是 劍擊 我覺得劍擊帶給我的 是 更加豐富 我會覺得 這件事 我會很grateful 好 接著我們 我們想說一些 關於你代表香港出賽的問題 你第一次代表香港出賽 其實是甚麼時候 是2010年 我第一次出賽 我那時三年 十五歲 十五歲 十年前 那時是第一次參加 亞洲青年禁標賽 在馬尼拉舉行 那時 其實我由得去已經很開心 我那時去這個比賽 是 處於一個 我可以參與 很開心 試一下的一個心態 但是 打打一下 我就 打到上前四 隊友獎 所以 我那時很開心 很開心 還有我爹兒媽媽 和哥哥 都有陪我一起去 有看我的比賽 所以 那是一個很難忘的經歷 那次個人拿了銅牌 然後團體就拿了冠軍 所以 那時很開心 那如果 要你選擇 最難忘的一場比賽 會是哪一場呢 最難忘的 應該是我2012年 都是打同一個比賽 都是亞洲青年禁標賽 那時候 我已經不是 用一個參與的心態去這個比賽 我是想拿冠軍 我記得那時候的準備好 是很長的 還有教練 是經常都抓了一年 不斷不放過 一放學就要回去練 那時候就很清楚目標 要拿冠軍 那去到比賽 初步的階段都很順利 我打到上決賽 那見不見呢 就是打到15分 就贏了 我打到決賽 我就領先對手 14比9 然後我就很開心 大家都覺得 我一定會贏 然後我就開始有些 有些不集中 很想快點打完那一拳 想快點贏 想快點贏 想快點喊 想快點拿獎 然後我就開始吃了 誰知道對手一分一分追平我 就變了14比14 全場就很緊張 還有大部分人 都開始想對手贏 因為他們是underdog 然後我就坐著面罩 跟自己說 OK 你冷靜點 你想想自己現在做什麼 然後最後那一拳 我是要提自己慢點 打慢點 看清楚 慢點慢點 最後就做一個很簡單的進攻 我就拿完最後那一分 就贏了 這個也是一個很難過的經驗 因為那時候很小 還有看到考自己怎樣在那個時候 處理那種心理壓力 怎樣把情況轉回自己的最好的狀態 你會覺得如果劍擊運動來說 除了技術上 剛剛你又說過 可能心理上也是一個 跟對手的一個比賽 你可不可以再說一些 在心理戰上 你跟對手是怎樣去戰勝它 我覺得那個心理戰不是跟對手決的 是跟自己 你要很了解自己 在什麼情況下 是會表演得最好 還有你怎樣可以 推動到自己去 在一個很努力的時候 都可以作出一個對的決定 那這些就好考你平時有沒有做心理的練習 那這個就是我心理學有學過的一些練習 就是meditation 那就是教你怎樣在一個很努力的環境之下 可以專注在自己在想什麼 和自己的情緒 那我覺得劍擊是80%是心理 20%才是真的打劍 是 剛剛你提過自己在14年和18年的時候 代表香港出過亞運 那你可不可以簡單介紹一下 你出亞運的時候的過程 或者是你住選手村的時候的一些經歷呢 那時候是很開心的 有得住選手村 因為第一次了 我第一屆亞運是17歲 那時候真的什麼都沒什麼見過 那去到那村就見到很多不同的上級的運動員 姚明也有見過 那時候就覺得很開心 我跟姚明同一個餐廳吃東西 那我覺得感覺很棒 還有你會很… 你去到那村的時候 你見到不同國家的人 你都會很 proud 很 proud你在代表自己的地方去比賽 還有見到…見識多了 跟了不同國家的人交流 那樣東西 所以我覺得那個經驗是非常難忘的 那你成為了全職運動員之後 你遇到最大的困難是些什麼 最大的困難 我想每個運動員都會 agree 是受傷 因為受傷的時候 你有心都無力 去做你自己想做的事 那我最記得就是我去年 在巴塞羅那咬柴 就是我人生咬得最大的一次 那就馬上買機票就回家 我連團體賽都打不到 那我回到香港 就進行了一個月的療程 一開始是我走都走不到 是媽媽用輪椅推我到處去 所以那時候的心情是很低落的 因為我平時習慣了自己可以走走走 打劍等等 那運動員如果你真的走都走不到 你是會很不開心 那時候就會重視一下 怎樣可以令自己開心一點 放鬆一點 就算動不了腳 是否可以練手 那時候就做了一個月療程 之後才可以開始打劍 那…難…難… 那次也很難 我覺得心理上是會難一點 你有心無力是很慘 還有運動員你停一個月 你之後的表現是會有很大分別的 所以那時候之後就要重視一下 怎樣最快再重視一下 狀態和體能 剛剛你有提及過 就是健肌是一個很注重腳步的運動 那其實你有咬柴的時候 你有沒有想過自己 是否回到以前的巔峰 會啊 那時候有很多疑問的 很害怕的 會想… 還有那時候比賽是非常密的 每個月都有一個比賽 所以我那時候很心急很心急 想… 我二月圓圓圈就很想 三月就立即可以打到比賽 所以那時候都很擔憂 這件事 我會不會回到之前的狀態呢 如果現在都哭不了 那… 剛剛你有說過 可能有些疑惑 或者是一些不同的壓力 那你平時是會怎樣去減壓的呢 平時… 如果沒有比賽的時候 我就覺得 練習那種壓力是… 你身體很累啊 心也很累啊 你做不到你平時想做的事情 那種壓力呢 我就會… 通常見一些 劍擊圈之外的朋友 那就可以聊一下 別的事情 就不用每天都說劍擊 那就說一下他們生活在做什麼 那這個方法呢 就可以令到我心理上放鬆一點 就可以想想其他事情 還有… 週末的話我都儘量不會動太多 第一就避免受傷 還有… 真的很累啊 你不想再… 你自己的身體去做更多的事情 那如果比賽之前那種壓力呢 我是… 其實挺喜歡的 因為我覺得我是有壓力之下 才會… 打得最好 那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就是… 香港運動員的待遇 其實是怎樣的呢 嗯… 我們是有政府資助我們的 那體院呢 就會有分運動員有不同的級數 那就有分年齡啊 和你的成績 那… 那… 就是… 那這些級數 就會… 每個月都有一個基金給我們 所以我覺得 其實香港都有一個挺好的系統 還有我們體院裡面是有餐廳啊 有宿舍啊 那我們平時很累 可以回宿舍休息啊 還有… 對啦 有餐廳有宿舍 還有可以拍車 所以我覺得 其實香港運動員的待遇都很好 我覺得運動業是一個值得投資的地方 就是我覺得政府值得投資的地方 因為運動是… 我覺得是帶來社會一個很正確的能力 還有如果有一些很高級的運動員 是可以做香港人的榜樣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值得投資的一個業務 雖然你來退役都應該還有一段時間 但也想問一下 你有沒有想過你退役之後 想做些什麼 我現在在劍擊以外 我都有做小的KOL的工作 我都希望我打完劍之後 可以繼續這個方向 但這一個不會是我的全時間的一份工 因為始終不是很穩定 所以我都有看過一些關於Gender 女性和平衡的一些工作 還有運動心理學我也很有興趣 因為我自己也是一個運動員 所以我覺得我會很幫助之後的運動員 最後 有什麼想和… 想成為運動員的年輕人說呢 我會很鼓勵他們追自己的夢 但如果他們選了要追夢的話 就要付出100% 做運動員一定會犧牲很多事情 尤其是你時間 會少了跟家人和朋友相處的時間 這件事都是我做了這麼多年 運動員和學生學回來的這件事 你要懂得選擇 有什麼是應該做 有什麼是不應該做 這件事就好看你自己了 好 多謝Mooney的分享 接下來我們就準備了一些 觀眾想問你的問題 麻煩你幫我們抽出第一條問題 你最喜歡的食物 我最喜歡吃薄餅 最喜歡吃一個很大的薄餅 好 然後我們就再抽你的問題 運動員的三餐 全部都是說食物 三餐 早上我吃 power gel power jelly 然後下午就吃沙律 晚上就是吃家裡飯 魚和菜 你覺得自己有什麼缺點 我覺得自己太硬 有時 喜歡聽教練說的話 除了劍擊 平時喜歡做什麼 我喜歡拍照 喜歡行山 喜歡化妝 喜歡玩Instagram 好 我們還有最後一條問題 好 如果劍擊從此消失 你會做些什麼 我會哭 我太喜歡劍擊了 好 再次多謝Mooney 接受我們的訪問 我們下一個趕座 就是下午的三點鐘 大家記得記錄下時間收看 拜拜 拜拜